说一句真话给大家听 阿卓又说英国将和中国的关系定性为威胁 中国是一个威胁 这个不是英国先说的 这个是美国先说的 核心问题是美国出了一份报告 美国那份报告就写明中国是一个威胁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西方国家实际上是美国人的主要是 他们整个联盟大佬就是美国人 说真话给大家听 如果你说我要咬死英国的 咬死英国有用吗? 就像是四方果那样 他们就是反华所以就立刻下台 老实说不要这些精神胜利法 这些是枯枯到不得了的 如果你说我说错 他们定性中国是英国的威胁 他们两个人是口吵吵的 英国有没有一份报告出来 有没有一份政府的报告出来 说中国是一个威胁 你自己去看看 你自己去找一下 你不要跟我说 他跟记者说 很老实说 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 跟记者说的东西 我都不想说 没有代表性 我不想这么说 但真的没有代表性 你如果觉得他说了 我刚才一开始都说了 只是说了 他说了都不算数 其实他们那些人 就说了 好了 回来说一下 俄製导弹射中波兰那件事 这件事真是哭笑不得令人 拜登出来说 射了之后 拜登说我们有情报 已经知道不是俄罗斯射了 最初当然以为是俄罗斯射过去 扎连斯基 喂 不听拜登说 扎连斯基 毫无疑问 现在一粒落在波兰 造成两个人云归天的导弹 是俄罗斯发射的 扎连斯基反驳了北约波兰 美国和英国的声明 北约波兰 美国和英国都声明了 就说这个导弹应该是 烏克兰防空系统射过来的 但是扎连斯基 就跟记者说了 我 切7肯定 这颗不是我们的导弹来的 根据我们的军事报告 我认为这颗是俄罗斯的导弹来的 哈哈哈 但是 现在这件事当然正在调查 但是波兰总统的导弹 已经说了 烏克兰的防御系统 就是四方八面 暖叉发射导弹 其中一颗就可能不幸运就射到波兰的领土上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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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无论如何 这个西方就是很厉害的 北约波兰 美国英国 他们都说了 无论如何 俄罗斯对这颗导弹 都是有最终责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如果俄罗斯 不射导弹向这个 烏克兰方向 烏克兰就不会有防御导弹射出来 所以射歪了 都关俄罗斯事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 新卫城他说了什么 新卫城 又为新卫城 他说 现在最紧要认识到最紧要的事就是 烏克兰是被迫用导弹来保护自己的家园的 那他 因为受到非法和野蛮的襲击 抵御俄罗斯 那 唯有自己射导弹 不过那些导弹就不小心射到波兰那里 那 这个新卫城他说了 现在一定要关注的就是 俄罗斯 濫炸烏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 搞到烏克兰人民 就没蛋不吃 那样 不过这个新歌 其实 在这件事上 他很好笑 就是 我就觉得 唉 你们这帮西方国家 其实又出了羊相 都没有跟这个 习联司机谈了点数 就出来 其实就告诉别人 习联司机 我们喜欢支持你 就支持你 是 我们不喜欢支持你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支持你 其实 习联司机就很想事态升级的 你看到他这个人 就是想说 应该要启动北约的第五条 一定要 就是 还拖了 向俄罗斯还拖了 其实你看到北约 根本就不想 向俄罗斯 作出任何 正式的攻击 不想有什么冲突 冲突 就会死了 你们 是 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那战争的范围 就在乌克兰的领土上 就算了 就不要有扩大战事 的情况出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英国呢 就 很有趣 英国其实呢 如果要说英国 为什么很有趣呢 其实 刚才我说 新伟成说什么 但是英国的外交部 他就 说了一件事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那一架导弹是哪个射的 啊 啊 那些细节我们还没有清晰 那我们呢 不会急于作出一个判断的 那 那波兰和北约呢 都是一早就说了 这架导弹呢 就很可能是乌克兰 火空系统发射的 那呢 就不是这个 俄罗斯的空袭 那 这个James Cavalli 就说 波兰呢 就会领导调查 那确定发生了什么事 那英国呢 就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实际 或者技术的援助 那呢 也都不会 闯出地作出判断 英国的回应呢 就会始终是以事实为道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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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么说了 那 那如果 那就是 英国 这个国家 你说他会不会 在这个情况 选择说 不断在那里吹说 很大威胁 不合乎他的国家利益 这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 哦 现在我一定要跟英国 打获勁 因为他说中国是威胁 那 你就应用了他说的东西 事实上是 就是有些东西 其实我也是废话说的 那 那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他说 如隔壁来说 乌克兰的S300房系统 都是和国货 都可以赖到俄罗斯 那 那其实 是的 他要赖是可以赖的 但是英国他就赖了 是不是都是 都是 都是俄罗斯 那 的丁就说 黄友或者说 什么都是林太衰的道理 一样 其实不是只是黄友 那样说的 男友也是这样说的 男友都是 最坏的都是林郑月娥 要不是林郑月娥 就不会什么什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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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哈 哈 李ERIC就说 现在有人做工成功了 人人都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我那首歌叫做 《愿平安归香港》 我们说回 哈 哈 何以原版 哈 那 Eddie Law就说 世界唯一威胁 就是美帝国的霸权主义 如果没有了霸权主义 那世界才会有真正和平 那 你看看有多少人是支持 这个 美国的霸权主义 你看看日本仔 已经是了 很明显日本仔 已经是支持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CDC Poker就说 他呢 社区有人确诊 那就被封住居家隔离 刚刚做完核酸 那 不要紧了 在家里工作 没办法 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的工作 因为 其实 现在 现在 广州的疫情 借一点点位来说 就是 为什么会爆得这么厉害呢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一个疫情爆得厉害的地方 里面 是一定有很多人 是不配合政府的施政的 就是你说 那你真是赖的 赖那些 不配合的人 不是啊 事实上是不配合的人 搞出来的 政府其实很多时候都说了 不要出去 疫情会爆的 不要四围去 不要四围去拜年 你照去的话 疫情是一定会传播的 对不对 说真的 你怎么可能说 我们是赖那些一般人呢 喂 你这些人不听政府说 你听政府说 你躲在家里 那你怎么验疫 我问你 我包裹会验疫 那我就不相信 你说会不会 在包裹上面 验不到新冠病毒 我就觉得 但是你说 包裹也就是你没有做好防御 就是拿收包裹的时候 你都没有抹干净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Coin L就说 人天聊人打架 还要威胁他老母 那 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俄製导弹射续波兰这件事 为什么说这么好笑呢 就是 现在 乌克兰呢 其实 你看到 他很想 夹着 做一些事情 但是西方 他有自己的算盘 他根本 现在西方很明显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要 借着这个 乌克兰战争 就看看 和俄罗斯 哪个死先 其实 特意是这样搞的 就是现在美国佬是这样搞的 还有 美国佬他还有另一个算盘 就是他搞到欧洲 这个地方 有些不稳定 那么 欧洲的钱呢 有很大部分 就会去到美国的 这些是 事实来的 你可以看到 那个 就是钱的流向 那个数据 就是 你说英国人 现在他们 是不是主导到欧洲的东西 他当然是主导不到 德国人是不是主导得到 其实 坦白说 德国人呢 他都主导不到 因为美国人呢 在后面再动手 搞其他事情 其实 现在基本上呢 欧洲的事呢 就是 如果是 大件事的话 就是说 结不结盟 帮不帮拖 那些 那些是拜登说事 根本就不是 欧盟那些人可以说到事 那些人还要连三十 迫去黄大仙 连初三去排车公 是这样的 还有 Y808Y就说 不是 是年头 洪生 有得他 就是有得他 我都不理了 坦白说 现在香港的疫情 没有人关注的 就是觉得新官是没事的 其实 勞局长 我也觉得他很惨 勞局长呢 他是历排中议 新官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不可以 随便中新官的 但是 勞局长讲话 都没人听的 就是跟之前的 陈局长是一样的 之前陈局长讲话 没人听的 就有很多人 就插这个 陈局长 现在的勞局长 就好少 少人插他 SCTC就说 听政府说 不是做信民 没有事由和尊严不行 所以 我也是做信民 我有事由和尊严 其实 我也是做信民的 那时候很有趣 就是这里的封城 我有些朋友 他是很反对封城的 他说 这就是共产党封城 封城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才会封城 自由世界怎么会封城 自由世界是说自由的 那些人 当然 他没有真正挑战 城市的边境范围 但是有人真的挑战 不要说笑 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些人 然后到了年头的时候 我那个朋友 就是在那里 骂政府封城 他说 哎呀 原来众生姑 这么辛苦 我咳到咳血 那么大件事 他打了三针 他咳到咳血 然后他说 我终于知道政府 为什么要封城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汇空一点 就是说内地恢復跨省油 切熔断机制 现在其实就是要试一样 就是试一下这样 增加流动 那个人口流动 会不会 继续负面影响到抗疫的操作 现在去试一些东西 那你说会不会 回头突然之间 会有熔断机制 这个情况你要记住 这个是叫动态清零 中国现在在做的政策 就是叫动态清零 那么 这个政策是动态的 所以呢 有些人很紧张地说 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 回去封城封区 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预知 那个病毒演变的走向 现在个个人都说 病毒是越来越弱 但是 其实我们之前有节目说过 病毒 不一定是越变越弱的 如果突然之间 病毒变强了 那 就会封城的了 所以 我自己就觉得 是很有可能 这个病毒 是突然之间 有可能会变强的 我不是 没有根据这样说的 就是 我们有关这件事的节目 讲了很多的了 没有听就回去再听 那 甜蜜蛇夫呢 就说 我这条村已经尖封了 其实你如果 信民比较多的地方呢 就不会有什么大件事的 那现实就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 好了 就是 拖得车就说 美国上欧洲烂烂 然后一直毒赢 那 那 不可能 那么容易 令到 呃 欧洲烂烂的 还有 你看看德国做什么 德国他就把一些东西 迁了去 呃 中国 那 事实就是这样 那 那 好了 说到这里 其实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就说 那个 主题 就是主题都很重要 因为主题很少人听 不过 不要紧了 稍后会继续讲的 休息一会儿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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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